各位亲爱与众友 今天很高兴 有能够和大家相聚 今天仍然是一月份 在一月份我们都是纪念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有很多的愿望 首先和大家分享 一段关于主耶稣和恩典 如何拯救罪人的 圣经的话语 我首先和大家分享 恩着主丰富的恩典 能随时随地 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子民 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就彻底摆脱了律法和束缚 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都会改善了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称这个新的时代 叫做恩典的时代 全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 真正的将全人类 带入了这个恩典的时代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两段圣经 愿神和你们同在 愿祂的平安和喜乐 随时和你们的家人一起 这两段圣经第一段就是在提摩泰前书一章十五节 里面说到耶稣基督降身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连民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来 及后来信他的人 永生人作榜样 但愿尊贵荣耀 归于那不信 不能扭坏 不能看见 永世的君王 唯一的神 直到永远阿门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 几首的诗歌 记载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 十节 耶和华在万方 万国人的眼前 露出圣言 地极的人都看见 我们神的救恩 今天我们分享的四首歌曲 第一首叫做 人人都应该知道主是谁 第二首就是主耶稣救罪人 第三首是祝福主名 第四首善美的圣灵 这一切的诗歌 我们都会用英文唱出 现在我们为大家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下一个诗歌曲 在粉丝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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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состо